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基督徒作家海伦·奥本海默的说法 年老的特质是既有成果又有腐朽 既有理想的现实又有梦想的幻灭 或者我们可以说 老年既有特殊的恩赐又有一定的包袱 传道书是一卷含有深奥哲理的书卷 他的作者务实地形容年老到一个程度 几乎可以让迈入老年的人灰心丧胆 传道书十二章一到五节这样写道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 当纪念造你的主 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 雨后云彩返回 看守房屋的发展 有力的屈身 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 街门关闭 推磨的响声微小 雀鸟一叫 人就起来 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 人怕高处 路上有惊慌 杏树开花 乍猛成为重担 人所怨的也都废掉 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 吊丧的在街上往来 这是一段针对人年迈体衰的描述 随着迈入老年 势力开始衰退 精力 体力 以及皮肤的弹性日渐 听力渐弱 法落齿遥 彻夜难眠 身体失去了美态 只剩下被时光蹂躏的痕迹 身体的各项系统功能开始下降 有些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竭尽所能地否认年老的事实 至少会在容貌及生活方式上 假冒年轻 也因此拒绝接受年老拥有的真正尊荣 提认到自己迈入老年可导致两种结果 或者是增加活动 过度活跃 或者是过度放缓步调 抑制活动 在我们这个不承认 在我们这个不承认年龄日渐变老的文化中 增加活动 过度活跃的人 占了多数 但是你与年龄 但是你与年龄对抗是无法持久的 中必败在退化的手下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 使徒保罗陈述一个铁的事实 那就是外体毁坏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保罗透过深刻的神学省思 体察到受造万物浮在虚空 其败坏的挟制之下 当前的宇宙中 由于罪及其后果 万物都必败坏 但是比较倾向以科学为根据的我们 或许记得日理学第二定律 也就是我们身体及其各项的功能的衰退 受老化影响的人 有亲身的经验 深知身体的老化 是不可逆反的 根据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的论述 我们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请留意 在身体衰败的过程中 我们盼望得着救赎 包括我们的身体 我们有盼望 但是必须接受眼前的事实 就是衰退的健康及身体 最终必然导致死亡 老化会带来许多的焦虑 包括害怕痛苦 以及无法应付的日常生活的常规 关于中风瘫痪 在床或是局限在轮椅上 该怎么办 一个人如何应付失去自由 失去行动 以及独立自主能力的处境呢 医疗成本高涨该怎么办 一个人怎么负担得起 日渐增加的医疗费用 会不会变成累赘 成为别人的负担呢 美国科罗拉多州 已故州长理查兰恩曾经说 即便默契的老人 有责任死去 免得挡路 这种说法 怎么不令人恐慌呢 一个人会被视为 社会的沉重负担 而遭到遗弃吗 医生说 人生的最后十年 非常的艰辛 因为不再健康 经常性与紧急性的 医疗照顾的需要 又日益增加 人们担心自己的生命 会怎么样结束 他们必须面对 哪些情况 一个人面对衰退的健康 该做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呢 诗篇七十一篇九节 可以安慰迈入老年的人 他与老化的感受相呼应 诗篇七十一篇九节说 我年老的时候 求你不要丢弃我 我力气衰弱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诗文中表达了大卫 认知肉身的精力日渐衰退 担心遭到上帝的遗弃 但是借由认识 信靠及顺服上帝 与上帝日益亲密的关系 使得这个祷告触动心灵 充满了盼望 诗篇七十一篇十七节说 上帝啊 自我年幼时 你就教训我 我们在诗篇七十一篇二十节中 看到迈入老年的人 对上帝充满了盼望 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疾难的 必使我们复活 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上帝必定拯救我们脱离痛苦和死亡 时时与我们同在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因为祷告和有盼望 年长者可以善用余年 将上帝的大能指示后代的人 即使在病痛软弱及年迈的诸多不确定中 他必终日诉说上帝的美善和公义 年迈时的虚弱 其实可以成为一个隐藏的祝福 在十九世纪中叶 英国传教士及作家 威廉·孟福德写下了这一段话 你的视力越来越模糊吗 那么你是从大教堂的光中看世界 你的听力发沉吗 你就像是处在 时时不应听到喧嚣 沉重脚步的所在 的确只有黄昏与宁静 晚年使我们像是 每天住在天家的居民 的确迈入老年的人 会体验到身体日趋虚弱 这的确会增加 他对生命现实的领悟 超乎一般人的感受 年长者虽然肉体感官渐渐地衰退 但是喜乐和满足却日益增加 对其他人是很大的激励 年轻人会受到启发 上帝会得到荣耀 我们必可以呼应诗人 在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说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接下来是问题反思 这一段经文唤起你哪些感受 你认为为何会如此 请与其他年长者分享你的想法及挂虑 讨论你可以有哪些做法 二 省思诗篇七十一篇 你认为这一首诗篇可以如何激励年长的基督徒 你可以学习用其中的祷告词祷告 深信他所描述的盼望 并且分享迈入老年仍然可以服侍的观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